大家好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方希 每周一至周五与您一起点关香港 今天是12月22号星期四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北京 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述职 李克强表示 李家超担任行政长官半年以来 特区政府积极回应香港社会的关切 中央对李家超和特区政府的工作充分肯定 中央会继续全面贯彻落实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 并全面落实中央政府对特区的管制权 以及爱国者治港原则 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李克强希望特区政府团结带领香港广大市民 按照国家所需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过程中 更加发挥特区优势 尤其是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 贸易航运中心地位 李家超表示 感谢总理对香港一直以来的关心及支持 以及对他的勉励 李家超说 自上任以来深知任重道远 必须禁止履责 团队有共同报复 团结一致 以做实事为原则 以结果为目标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特首的这次数值呢 备受大家关注 不仅是因为这是特首上任后的首次数值 也因为特首明确表示将反应通关问题 特首出发前见传媒时表示 明白香港市民关心通关 会向领导人反应通关问题 中央了解港人想通关 他强调要做好疫情管控 会尽力配合内地措施 此外 他也会在不同场合向内地官员表示 愿意积极配合内地政策以实现通关 并且 今天起从香港入境深圳的健康驿站 每日名额增至2800个 特首也表示 名额再增加 有助舒缓 由香港到内地的市民需求 回应市民的急切需要 除了特首派的定心丸 多口岸动作频频 也让大家相信通关复长就快了 多个往来深圳与香港的口岸 都因为疫情的原因 暂时关闭了约三年之久 但最近又再次出现人气 记者昨天到高铁西九龙站 发现站内开始有保安、维修以及清洁人员在工作 铁路相关工会也透露 罗湖、洛马州以及西九龙站工作的员工 早年因口岸关闭而调往其他车站 近日陆续被召回 正准备安排返回原岗位 这些动作似乎都透露着通关的希望越来越近 此外据了解 香港入境处、海关等部门将抽调上千名人员 最快下周初返回各个出入进口案 包括高铁西九龙站、罗湖、文锦度等 香港铁路工会联合会主席林伟强表示 疫情前在罗湖、洛马州及西九龙站工作的港铁保安员中 已经有人收到通知 即将返回曾经的岗位工作 主管还查询这批保安员是否愿意超时工作等相关资料 虽然还不知道具体返回岗位的时间安排 但不排除是为正常通关做准备 林伟强对正常通关满怀期望 但对人手问题有所担忧 他表示疫情期间铁路行业人手流失 目前同事即使全部返回原岗位 若按照疫情前的客流量来计算 他们将面对相当大的工作压力 尤其是在面对紧急事件时 增请人手也要经过数月培训 因此短时间内很难解决人手压力问题 希望政府初期分批开访通关名额 例如探亲为第一批 旅游为第二批 今天也是传统节日冬至 那新的社交距离措施也在今天正式生效 很多市民也选择在酒楼定台吃饭 与亲友齐聚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 电话定台率上周还只有五六成 但政府放宽消息出台以后 定台率实时增加到九成 同时他希望农历新年前可以与内地正常通关 吸引内地客来港设宴 生意有望增加两成 但是定台率激增也暴露出了人手短缺等问题 有酒楼更限制定台人数 避免因为职员人手不足 招呼不周 导致时刻不满 感叹人手短缺之下 有生意都未能承接 香港参务管理协会主席杨卫行表示 今年冬至预定情况比去年多了三成 平均每个人的消费额 介乎在350元到400元之间 他同时也认为 现实餐饮业人手短缺问题很严重 冬至的帮工费用 已经比平时上升了20% 虽然冬至的生意逐渐崇尚正轨 但如果不解决请人问题 那对于餐饮业负长也是一大障碍 冬至佳节在开心团聚之余 也要提醒大家注意防疫 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今天表示 现实每天确诊数字居高不下 市民庆祝节日时仍需注意防疫 梁子超提到 冬季有较多涉及呼吸及循环系统疾病的患者入院 医院内交叉感染风险增大 一旦医院或院设出现大型爆发 疫情可能进一步恶化 因此无论室内室外 只要涉及人多聚集都应佩戴好口罩 最后祝大家冬至快乐健健康康团团圆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我们明天再见